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吴丽华的最后一部 唱片小说作品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而吴丽华刚刚呢 在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八十九岁 跟我们彻底的 永远的道别了 所以藉由在这样的一个 时机当中 我们来回顾一下 吴丽华她的小说 重要的作品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虽然小说当中 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 她的时代的背景 不过从一个关键的事件 我们知道这应该是发生在 七零八零年代的时候的美国 那就是那个时候 美国跟中国刚刚解禁 所以美国的学院 对于去到美国访问 还抱持着强烈的热情 所以小说里关键的事件 就是这个段茨英 去到了学校 担任习主任之后 就在她的丈夫 黄丽言的协助安排底下 让学校在校长带队的情况底下 一行十六人 能够到中国去访问 对他们来说 在那个时代 是具有突破性 而且有新闻性的 一个重要的事件 去到了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其中就包括了 去到了长城 乌丽华在小说里 是这样写的 一行十六人上长城 其中五个中国人 与十一个外国人的心情 是回忆的 后者所知道的长城 是建于秦朝 是全长一万两千多公里的 人间齐齐 是每个旅客必到之地 到了八大岭 俯身下望 他们会齐口同声 赞誉 哇 伟大的长城 而几个中国旅者 当他们进入小学 就已经会唱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这是长城窑 虽然少小学童 不能识别歌词里 骨肉离散的伤痛 但同志的心灵 也已经能够识别 取掉的悲壮 黄丽炎夫妇 当然已经来过 但洛文夫妇 以及如真 在他们一步一步 漫上八大领次电视 心里只冲散了 一喜一杯的激情 当曼同旅者 一面赞叹 一面拍照之时 黄丽炎夫妇 以及陪同们 分别向他们介绍背景 洛文夫妇 及如真 只静静地移着 需要修缮的墙头 静静地用眼睛 及心灵 像几千年以来 中国人民 刺手空拳 一石一砖 堆成弃旧的万里空城致敬 中国的长城 历史的长城 他们的长城 洛文就说 终于看到了 环是蜿蜒在 苍翠的山丘间的 在闪亮的 秋阳下的 暗红的城阔 然后呢 他就问 妻子碧玉 和如真 说 他们才是 中国起起落落的 历史见证人 站在这里 你们有什么感觉 碧玉就说 我觉得我们中国真伟大 如真呢 更进一步说 哎呀 不只是中国 我认为 中国的劳苦人民 才是最伟大的 洛文说 这点我同意 但刚说完这句话 接下来 就有一个 戏剧性的转折 三个人同时转身 预备往下走 正好有一群年轻人 嘻哈的上来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啪的一声 把一口痰 吐在碧玉的脚边 吓得碧玉 闪身一朵 撞到如真身上 如真没防到 又去撞到 他边上的一个年轻人 把那个年轻人 手里的一瓶冷饮 急落在地 这个年轻人 呼起一双眼睛 瞪着他说 你怎么走路的 如真窘死了 说对不起 忙不迭地道歉 倒是他们同伙的 一个女孩 捡起地上的瓶子 扯了他一把说 你怎么了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三个人挤在人堆里 往下走 避玉 这个时候 就换成用英语说了 他说 我是听说了 他们有随地 吐痰的坏习惯 真的遇上了 外国人看见了会怎么想呢 这个洛文呢 也就用英文说 大家都把它算到 文化大革命的账上 我倒是认为 目前的中国人 在文明礼节上 大有欠缺 也许是文革 也许不是 这就是这些人 他们回到了祖国 不得不感受到的 一种冲击 那既是熟悉 同时 在他们待了 这么久的时间 在美国 也感染了美国的 文明的标准 再到中国的时候 就会产生 这样一种 尴尬的矛盾 去到了中国 小说里 情节上 有一个重要的转折 那就是 如真跟校长之间 有了特别的关系 因为段词音 必须要照顾 太多的场面 尤其是 要帮院长翻译 所以遇到了 非常少数 校长必须要 致辞了 必须要跟人家寒暄 假大招呼的时候 就由如真 来帮校长翻译 可是 这样 就引发了 段词音的不满 词音呢 绷紧的一张脸 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就对如真说 我只要你多多招呼 团体里 需要帮忙翻译的 不要老盯着 校长一个人 如真吓了一跳 惊恶地张大了嘴 何不拢来 半想才说 这才冤枉 头一天宴请 是莫院长 特地嘱咐我 去给校长当翻译的 我心里还老大不愿意 只想和 我自己的同伴 他们坐在一起 吃得自在一点 刺音就说 那我知道 我本该去当他的翻译的 但民间要同院长 谈日程 我必须参加 我是说 团里只有你同洛文 可以帮着大家翻译 今后校长方面 有我招呼 如真呢 嘟嘟地喝茶 不是口干 而是为了要耐下 心里受趋的气 就说 没问题 我本来也没打算 专门为他服务 段词音呢 就说 我倒是注意到 你喜欢接近他 譬如说 坐在旅行车上 餐桌上 你设法 如真 砰的一声 把茶杯放在桌上 段词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要去 巴结校长 我又不要什么 永久聘输 因为呢 如真 他是 part time的教员 段词音 才是要争取 tenure的人 两个人 为了这件事情 起了冲突 不过这不过是 然而 这不过是一个开头 段词音 安排了所有这一切 他没有想到 在两件事情上 让他大大的受挫 一个呢 竟然是 在这种场合当中 他太忙了 所以 扣骂校长 耿如真 有了越来越亲密的关系 他失去了 可以拉拢校长的机会 还不止如此呢 接着在最重要的 一场典礼当中 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张副总理 接见这个代表团 这个张副总理 在人家帮他介绍了 如真之后 他竟然用英文 对校长说 哎呀 也许你不知道 空话校长 这位方女士 在我们中国 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作家 他有一本 短篇小说 小语 在中国评价很高 其中有一篇 我都看过 哇 不但是校长 全团的成员 都不约而同的 对如真看 带着既惊讶 又赞许的表情 总的如真恨不得 在脚旁挖个地洞 立刻钻进去 他没有想到 他在美国书写 而且很多时候 是在台湾发表的作品 那竟然在大陆 不止也有人知道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 大场合当中 被提到了 这个其实也就反映出来 小说当中 方如真的 这个角色 有相当程度 是乌里华的 自我的投射 他是一个学校里面 part time的 一个教师 所以跟学校的 系里的这种 所有的权力的斗争 若即若离 他既属于系里 可是他没有 职位上面的机会 他也不需要 争取tenue 永久职位 所以他就有了 非常特殊的地位 他就有了 非常特殊的 观察的角度 另外一件事情 在小说里 跟在现实里的 物理华一样 方如真呢 是一位作家 而且因为他 写作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写作的这件事情 而在华人学术界 以及学校 有了特别的变数 因为他是这样的 一个作家 所以到了大陆 也特别被邀请 去举行了一场 讲座 来为当时大陆的读者 介绍港台的文学 然后在讲座结束了之后 就有一个女学生 问他的问题 说请你谈谈 你写你的书 小雨的动机 你的读者 对象是谁 后面他回答的这段话 我们大概也就可以 把视之为 是物理华 他的字数 他说 我想写作的最基本的动机 当然是有感而发 我在美国待的年纪 已经超过了在座 同学的年龄 我的写作年龄 也已经在十年以上了 写作最初的动机 我记得很清楚 是因为身在国外 信念故国 总有一种 如迹 也就是 这不是我自己的家 是暂时居住在这里的感觉 好像在别人家做客 总要回去的 但久久回不去 这种对故国家园的怀念 就逐渐生成起来 到了一定要发泄一下的地步 于是就诉诸于笔了 几篇文章发表了之后 引起回响 尤其在美国 想必是到处了 大多数华人的感受 得到鼓励 这支笔就放不下 也不肯放了 所以我写作的动机 是抒发寄生海外的华人 在异国生活的种种感受 以及对故乡的怀念 我的读者对象 这一点 我倒是没有着意地去想过 经理这一问 我想 我最初的读者 当然是像我这样背景的 海外华人 因为他们能认同我的感受 认知我作品里的人物 后来我发现 在台湾我也有读者 想必是因为他们想知道 生活在海外 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世界小了 人的流动性大了 对各地的风俗习惯 都有兴趣探讨 阅读小说 既读故事 也得资讯 所以我的读者寻 不限于 仅在美国了 这次在中国 发现这里 我也有读者 这对我是记忆外 更令我十分兴奋的事 这无次事 给我的写作动机 打了一记 强行针 这是方如真所说的话 相当程度上面 也代表了 乌里华 他自己的写作态度 我们休息会儿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用心听 让我天天想到念叨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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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台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乌里华的《再离去与道别之间》 这是乌里华在2002年 缩写成在台湾 原来是2004年 所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现在有亭云出版公司的新版 收录在乌里华精选期当中 乌里华刚刚离开了人世 所以我们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回顾一下 在他写作生涯当中 这最后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 小说其中有一段 讲到了这个学校里 校长带团一行16人 去到中国访问 那是中国跟美国 刚刚开始交流的关键时刻 但是在这里 小说里也就有 角色之间关键的 私人情感变化 在中国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大家都有着激动的心绪 于是发如真有了几个机会 跟空马校长有了互动 到了访问坛 要回美国的最后一天 他们在上海 去到上海北京东路的友谊商店 那是那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 由于商店是收美金的 基本上是对外国客人开放 所以在这里卖的都是认为 外国客人会有兴趣 想要带回去的纪念品 所以有服装部 当然对像空马校长这样的一个人来说 服装不会是他主要的兴趣 所以他就请如真 带着他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 如真现在的校长到文房四宝部 琳琅买目 小时候的暑假作业 多半是大小看 所以多少懂一点 加上呢 店员也还颇内行 帮忙选了一些毛笔 雁台以及墨 这个空马校长 看到不同式样的印尼盒 十分的喜爱 每盒呢都要打开看一看 虽然看到的都是鲜红的印尼 它还是要打开 显出一种铜刺的无邪 很让如真动心 最后呢 校长就选了一盒新型的 以及椭圆型的 总共两盒 一盒呢 要送给他的女秘书 这女秘书在工作之余呢 也学画 另外一盒新型的 他说呢 他要给自己买 放在办公室的抽屉 光是印尼不起作用 如真告诉他 你还买一块印章 店里陈列着各色石头的印章 所以如真就帮校长挑选了两块 玉色的和淡青色的 他就说 我有一个亲戚在这里 你们走了之后 我会留一阵子 那亲戚会陪我回故乡去看看 我就托他找人替你把图章刻好 等到回学校再带回去 这样好吗 他们站在cashare付款的地方 如真一讲完 校长就把如真拉到一边 让后面的人先去付款 就问他说 啊 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 如真摇摇头说 机会难得 我想多待几天 我已经跟次英说了 莫院长也同意了 他有点压抑 校长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我说我很抱歉 因为不知道这件小事 也要得到你的许可 校长就赶快摇手说 不不不 他那一张办事时候 相当威武的国字脸上的线条 变得柔和 有灰蓝瞳孔的眼睛 也满是柔光 就叫他Jane 他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你当然可以多留一阵 我只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明天就要分开了 这两个星期当中 你带给我很多 意想不到的乐趣 这像是上师对下属讲的话 但他的神态和声调 又不像几世这样的关系 在慌乱当中 汝珍不及分心了多余的一点东西 是什么 尤其是校长看着他 不注视着他的眼神 令他局处不安 所以他就说 我们去付钱吧 不是要去看字画什么的吗 校长当然完全不懂中国的字画 但却挑了两针中国古装侍女图 问汝珍的意见 汝珍就说蛮好的啊 中国古代美女 买回去配上镜框 挂在书房 或者是起桌间 或者是卧室 会满雅的 也是一个上海之行的好记忆 这个时候 校长伸手抚摸了一下 汝珍紧厚的头发 也不过只是那么一下 竟然使得汝珍全身微微的颤抖 不知是触不及防 还是硬了期待 他还来不及闪声 校长就已经把手拿开了说 而且可以实时提醒我 这次中国之行的成功 已经快乐 已经认识你 以及知道你 这个校长原来就已经具有的吸引人的难低音 又因为是特意的笑声说 更辞更带辞令 汝珍有点把持不住 急促的说 我们去付钱吧 莫院长和朱莉 一定已经在楼下等了 这关键的场景 引动了到回到美国之后 汝珍和康瓦校长 发展出了一段秘密的婚外情 可是一方面在应付婚外情 另外一方面 戏里面又有大事 要办一个China Weekend 这是院长为戏里面争取到的经费 很重要的大事 可是这个时候戏主任段慈音 为了他自己的tenue 他有很多其他要忙的 就把这整件事情交给了如真去处理 那处理的过程当中 段慈音一再的拍胸膛 跟如真说 你就是去办 你把它办好 至于经费 我去跟院长说 可是没有想到 等到后来 列出来的经费 超出院长答应的 院长就翻脸了 在这里就开始了 非常复杂的三角 政治关系 首先是段慈音 去施压如真 要求他 把部分的节目取消 让经费不要超出预算 然后如真吓了一跳 他把节目单拿过来 然后就跟段慈音说 你看 一华武术团 是绝对不能取消的 钱已经付了一半不说 学生们最感兴趣的 是这个节目 郑先生呢 是书法大家 他要特别从波士顿飞来 机票也已经订了 成家舞蹈团 我们已经付钱了 还订了两碗旅馆 还有 没讲完 段慈音呢 就一百首 他说我没有心情 听这些细节 如真 我只能告诉你 等一下我尽量 向院长争取经费 根据上次谈话的结果 我想要他改变原意的希望不大 所以我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必须要精简节目 如真就说 唯一可以取消的是 中国领事馆的人来演讲这一项 我认为 又没讲完话 段慈音 斩定节点说 绝不可能 事实上 如真的建议 跟那天院长说的是吻合的 那天院长一看节目单就说 把演讲这一项出去 领事自己不能够亲自来 凭什么我们要出几千块美金 找一个副领事来出席 没这个必要 但是偏偏这一项 正是段慈音绝对不愿意取消的 为什么呢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的中国关系的重要的环节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 去拉拢中国领事馆 还有中国领事馆的关系 是透过他的丈夫 黄丽岩介绍的 这是他自己的学界前途 还有他的婚姻 都要跟领事馆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请了人家再回绝 他段慈音的脸 要往哪里放呢 所以他就斩钉截铁的再说 要剪掉从别处下手 领事馆的人绝对不能得罪 段慈音的口气 那么样的霸道 方如真呢 也就来了气 他就说 慈音 这样我只好说老实话 我无法办这个节目 你恋情高明 于是这两个好朋友 尤其是在段慈音 能够到这里来接系主任 方如真在这个之前 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但是现在中国周末 以及牵扯的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 就使得他们的关系 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几次的冲突 最大的冲突的时候 如真 砰了一下 在刺鹰的身后 摔上了自己研究室的门 蝶坐在椅子里 胸膛里的怨气堵得慌 恨不得喊叫几声 但却又不能 只好将案头上没贴完的 宣布中国周末的海报 一把抓起 狠命的撕 太厚了 撕不开 分成几份 用力撕 撕成小片 扔到废纸楼里 等到废纸楼爆满时 才觉得两条手背 十根手指 又酸又痛 这才颓然的往一背一靠 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 闭目养神 使自己恢复常态 过了一阵平静了些 他才打开书桌的每一个抽屉 试着找到以前抽烟时 或者遗忘了的半包烟 连一支 一支也没有 倒是寻找了两片口香糖 拿了一片 去了纸 塞入嘴里 一面绝 一面思索 下一步的打算 所以他在工作上面 所遇到的这个巨大的考验跟挑战 就联系到他在感情上 依附了这个新的婚外情的对象 在这种状况底下 也就连带的 使得方如真的婚姻 不得不受到巨大的地震般的变化 这是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乌立华用这种方式深入鲜活的写了 那个年代 美国华人 尤其是在学术界 跟大学之间 不管是教学行政研究 还有各种不同的 美国跟中国关系之间 复杂的连结 构成了这一部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的小说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荒山亮